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新鮮水果店挑選了 蘋果和梨子各100顆 這蘋果的話 挑選了100顆 然後的話呢 梨子他也挑選了100顆 這也是100 要來做促銷活動 如下圖表示 這個圖表示 10顆 裝每盒 450 就一盒450元 蘋果的 他有4顆 有4顆 然後梨子一盒 他是380元 他裡面裝8顆 那就是一顆 他是45元 他一顆 是40元 好 那現在呢 已知促銷大成功了 禮盒和零售 全部銷售一空 是回答下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是說 蘋果禮盒比 賣了多少錢 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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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禮盒賣了450x 450x元 這個 禮子禮盒賣了320y元 那他比他多出了什麼呢 多出了400元 然後呢 蘋果比離子多賣了100元 也就是說零售部分 零售部分 蘋果比離子多賣了100元 那我假設 蘋果賣了A顆 那一顆45元 所以是45a 然後呢 禮子賣了1顆 一顆40元 40b 多賣了多少呢 多賣了100元 好 那麼他問說 則此次塑膠活動 蘋果禮盒與禮子禮盒共賣出多少 我就蘋果禮盒 就問X加Y 等於是你要把S跟Y解除 我們知道總共賣了100顆 蘋果賣了100顆 禮子賣了100顆 現在 蘋果賣X盒 一盒有10顆 就10x 那這多少呢 零售部分賣了A顆 那這個是100顆 100顆蘋果 然後禮子總共也賣了100顆 賣了Y盒 一盒是8個 8y 那這多少 賣了1顆 零售的部分 這是100顆 好 那我現在要解什麼呢 解 A跟B 它現在有四個方程式 四個位置數 所以的話 要是沒有意外的話 可以把它解出來 好 那怎麼解 我就 把什麼呢 我就把 X代掉好了 X代掉以後 立什麼呢 A跟B的連立方程式 我把10x代掉 10x等於多少呢 等於100 100 減A 然後把Y代掉 8y 等於100 減B 把這個弄成A跟B 那就有兩個連立方程式 然後我就把它帶進去 10x是這個 45乘以10x 45乘以10x 10x就是100 減A 減掉多少呢 8y 4832 40乘以8y 8y就是100 減B 這是等於400 好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有-45a 這正40b 我把它移過去好了 那就45a 減掉40b 等於多少呢 我400移過來 4500 500 減掉4000 再減掉400 這減這個是500 500減400等於100 就這個方程式 你把它帶進去以後 得到什麼呢 竟然跟這個方程式一樣 所以它相依啦 那相依的話 就可能有無窮多數解 不過我們在這裡 有一些限制條件 首先 S 它有大0等於0 那y的話 也要大1等於0 那a也要大1等於0 b也要大1等於0 好 那因為這個它是什麼呢 它是 那個相依方程嘛 所以我們要解除它的整數解 那怎麼解除 怎麼解它的整數解 我全部給它除以5好了 9a嘛 減掉5840 8b 52得10 20 52得10 沒錯 那麼它的呢 一個特解 也就是說 這個代40 這個代20 這個代20 那1解就是20嘛 所以它有特解是 a等於20 那b等於20 這是特解 好 那7次解的話 加個7次解 我a的話 給它蓋多少呢 8t 加8t 你給它蓋8t的話 9872嘛 這個給它蓋9t 8972 那就消掉了 7次解的部分就消掉了 加上那個9t b 你把這個東西帶進去的話 一定滿足這個方式 這個就是它的一般解 好 那你a跟b解出來以後 你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呢 我就曉得 x 我就把它除過來了 就10 減掉多少呢 10分之多少 10分之這個是 20 10 加上 10分之a嘛 8t 那這可以約分啦 25得10嘛 2 這是10 24得8 好那我們先來看 xb是整數嘛 所以的話 4t一定要能夠被5整數 因為10能夠被5整數 4t要能夠被5整數的話 所以 t一定要是5的倍數 我這樣講是5k 也就是說 t要是5的倍數 也就是5 它是t的因數 好那這個呢 你把它除過來 除過來的話 y就等於多少呢 8分之多少 8分之100 8分之100 減v v的話就是20 再減掉9t 那一看的話 這是80可以被8整數 這個的話呢 沒有 這個的話 8t必須是8的整數 因為你t是8的整數 才可以約分 y才會是整數 也就是說 8必須是t的因數 也就是說 t是8的整數 而且是5的整數 所以t必須是 5 8 40 40的倍數 那我叫做40k好了 好那40k的話 那我們先來看看 首先我們看看 這個 它的範圍 這個範圍 這x等於多少呢 x等於10 我等於8 然後減掉這個 5分之 4t 4t的話 那這個就算 這4t嘛 t是40嘛 就160 這4乘以多少呢 乘以40k 這4乘以40k 這個等於 5 8 40 或者是 5 8 40 然後的話呢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 這是 這是8減掉的話 320k啦 這要大於多少呢 大於0啦 大於0 所以k的話 它是什麼呢 它是那個 小於多少呢 320分之1 320分之8 320分之8 那k必須整數 然後再來看這裡 這裡的話 這是8分之80嘛 這y 8分之80 所以是10 減掉多少 8分之9 乘以t t的話是40k 8 5 40 這要大於0啦 所以k 它要小於多少呢 45分之10 所以k它是小於等於0 因為k必須整數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要大於0 這要大於0 所以呢 這個是20 20加8t t的話是40k嘛 48 32 32 320t 320k啦 大於0 大於0 所以k要大於多少呢 320分之20 酷的啦 所以這k要大於等於0 k要大於等於0 所以k必須等於0 那k等於0的話 t也是等於0 所以a等於20 b等於20 那x等於10 y等於多少呢 所以就得到一組結 一組結的話 a等於20 a等於20 b等於20 這個等於20 這等於20 這是唯一的一組結 也就是說,蘋果賣出了8盒 梨子賣出了10盒 然後零售的話 蘋果賣出了20顆 梨子也是賣出20顆 那這樣的話 總共蘋果跟梨子總共賣出幾盒? 就8加10 所以總共賣出18盒 這是第一小題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是說 它是說 陳一小益說 若將蘋果禮盒改裝梨子 那梨子禮盒改裝蘋果出售 則銷售一空後 可獲得較多的收入 這個錯 收入是一樣多的 為什麼? 因為它蘋果的個數 跟那個梨子的個數的話 你前後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現在 這個蘋果總共有幾顆呢? 總共X是等於8 所以有80顆 80 加上多少呢? 加上A的話是幾顆? 20 總共蘋果的話是有100顆 事實上就在這裡 100顆 蘋果100顆 蘋果100顆 梨子也是100顆 它是Y盒 886 這個多少呢? 這是10盒 Y盒10 也是80 然後零售也是賣出20顆 然後零售也是賣出20顆 這是100 所以的話 它是 蘋果100顆 梨子100顆 你這裡裝什麼呢? 裝 就是說 這個現在的盒子的話 X的話 它有什麼? 它有八個 有八個盒子 有八個 裝那個蘋果的盒子嗎? 那有什麼呢? 有那個 有十個 裝那個蘋果的盒子嗎? 那你通通把它裝滿以後的話 你賣出去的話 還是蘋果賣100顆 梨子賣100顆 總共的話 賣出多少錢呢? 就100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 45加40 所以是 85 8500 錢後都是8500元 因為它是銷售一空嘛 那銷售一空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你 你挑選的100顆 蘋果 跟挑選的100顆 梨子全部賣出去嘛 那你蘋果 每賣一顆的錢數 跟你 梨子每賣一顆的錢數 是一樣的嘛 錢後都是一樣的嘛 所以你錢後的話 不管你怎麼裝 不管你怎麼裝 因為你全部賣出去嘛 全部賣出去 就是有這麼多錢 所以是一樣多啦 答案是一樣多 再試一次 我們可以先把一顆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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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